变化空姐们为了避免身体浮肿以及维持体力 通常都会自备空姐餐 像是蔬菜棒或是水果以及能量棒 不只食用方便还能保水防水肿 而更重要的还有减少时差影响的成效 初夏出国行搭飞机时民众很好奇 空姐们也是吃飞机餐吗 就有网红空姐大方分享自备的空姐餐 打开看看里面有蔬菜水果 是苹果以及处理过的沙拉棒 还有许多纤维食物 最后她更表示必备高蛋白的威化饼干 因为营养又有饱足感 空姐餐可有学问 拼好滴纳食物避免肿得像气球 选择像是葫芦菠棒或是芹菜棒等 不需要器具的食物 另外像是高蛋白的能量磅 或是果干以及白水煮蛋 因为不论是站着或是狭窄的空间内 都方便食用 还能维持良好体力保持体内水分 热食的话如果你要再加热 其实会需要一点时间 所以就会没有那么的简洁会方便 维持自己的身材苗条 都是会自己准备饮食的 国卫空服务员也提到一定不少 这食物包括三明治 还有意大利面也不适合 原因是碳水化合物会加剧时差 对身体带来影响 长途旅行身体浮肿与时差 都令人困扰或许可以学学空姐餐 带这些食物上街 让你保湿必浮肿 下街还精神百倍 这张又是杨棕艳台北报导